装入这个卡床里面 然后我们贴于顾客的肚脐上方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就是格子纸 格子纸我们给顾客贴于面部 然后用那个电解液 进行清湿 撕印上去 好 用那个电解液打湿这个格子纸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撕印上之后直接戒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眼睛的从格子纸切上去 同样把电解液均匀地涂在格子纸上 好 清湿就可以了 还有上眼皮 好 清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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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格子纸就全部 吸引在上面了 我们开始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腹肌片贴于顾客的肚脐上方 就是胃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皮肤面积比较大 贴上去比较贴合 腹肌片的一个传导的作用 做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打开仪器 打开仪器之后 我们在给客户做的之前 一定要把它的能量 就是说它的颈部跟下额 它的能量要调适好 因为颈部跟下额的话 它皮下脂肪比较薄 所以它那个能量接收的 肯定是比面部这个地方成熟的 要小 所以我们首先要打开仪器 把那个制冷不要打开 我们先用热度来 把它的下额跟颈部 我们确定一下它的能量大小 正常的话 我们的颈部就是 1.5开始做 我们把能量调到1.5 OK 我们来 做它的颈部跟下额 这个能量可以吧 可以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们做 我们做 脸颊的时候 它的那个脂肪厚度 就要 多一点 所以我们能量 就从2.0开始调食 热吧 可以 可以再调高一点 嗯 杀凉我 这个能量 这个能量可以 可以是吧 嗯 好 面部的话 我们标准就3.0 3.0 都是可以的 可以吗 嗯 好 那我们面部这一块 就是以3.0来做 然后颈部的话 就以1.5 做颈部 还有淋巴这一块 下额线这一块 这个弧度的地方 都是以1.5来做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脸颊这一块 可以用3.0来做 就是说你 颈部跟下额的能量 可以打脸颊 但是脸颊的能量 不可以打下额线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记住这个地方 然后眼部的话 我们标准1.0就OK了 只用调到1.0 就可以操作了 好 我们现在就是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智能打开 智能打开后 我们就可以全脸操作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同样的就是说 按照顺序来打 每个格子 挨着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的往过打 好 我们整个全脸操作的时候 把垫底液涂上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挨着的往过走 不可以说一个格子里面 打两遍 一定是一遍走完 全脸走完之后 再从这里开始 再走一遍 一定要有个瞬息 不能对着一个格子 拼命地打 这样客户就会 有可能会烫到 就会感觉特别热 皮肤就会有点红 然后我们在操作 眼部的时候 就是 我给你换个头 捏住这个地方 给它拔掉 就可以了 我们换头 我们在装好 那个眼部的头之后 我们就开始操作 操作眼部的时候 我们的制冷一定要关掉 然后只用做能量就可以了 然后眼部的话 我们只做1.0就可以了 一定只能做1.0 能量太大的话 因为眼部的脂肪的话 它是基本上没有多少的 然后我们开始操作 操作眼部的时候 同样的对整格子 然后我们贴合皮肤之后 稍微往下压 找到那个眼眶 它有个支撑力 我们开始操作 然后也是挨个挨个的操作 一直操作完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操作 那个上眼皮 上眼皮的时候 就是手扶着额头 稍微往上提一点 然后同样的 也是对着格子 也是找到它的煤框 煤框 有个支撑力 我们贴合皮肤之后 直接打就可以 也是一遍一遍挨着挨着打 然后打完了之后 我们再从下面再开始做 不可以 同样的不可以 在一个位置连续打 好 OK 我们操作完热码集之后 它分为三个阶段 三天到一个月 它为细胞的一个热水商期 然后一个月到三个月 为细胞修复期 三个月到六个月 为新生细胞期 然后我们同样做热码集 它的经济就是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 做好保湿补水修复的工作 每周至少要敷 两到三次面膜 不化妆 一周不化妆 也不能曝晒 不可以做剧烈的运动 出太多的汗 然后那个 辛辣刺激的食物 不可以食用 对海鲜过敏的 一定要 食客技术 那个过敏的食物 也不可以吃 不喝酒 还有就是 不可以用高于体温的水洗脸 同时